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六大信念里面最后一个信念 叫做合理态度 我们再来回想一下 到底这六个信念是哪六个? 我相信各位一定都记得很清楚 那就是自作自受 饮水思源 谨守本分 顺天尽神 得本才末 还有这一集所要讲的合理应变 讲到合理应变 我想各位都是很拿手的 因为从小到大一路都在调整都在应变 而且想起来都是觉得很有道理的 那有道理就叫做合理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比较有系统的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提出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概念 那就是世事多变化 我相信世事多变化 是每一个人都感觉的很清楚的事实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兮或福 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变化多端 可是现在乱世 你就感觉到更加的激烈 我常常请教人家 说到底是明天来的比较快 还是来世来的比较快 他都觉得很诧异 当然明天来的比较快 再过几个小时以后就是明天了 那来世还很遥远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我想这个人就是没有经过很重大的变乱 才会认为说明天一定比来世提前来得早 你看大地震的前一天晚上 几个好朋友在一起 然后讲了一句明天再见 可是他们从此没有明天 他们从此没有明天 但是很快都跑到来生去的 可见那种突然间来的变乱 会使人措手不及 今天晚上睡觉 你能不能担保明天还能够活得起来 谁都没有把握 所以我也常常问人家说 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很多人就很不好意思 他一不好意思我就知道 他大概认为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上洗手间 所以他不好意思说 我说我早上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们猜得到吗 他们也很不好意思 总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不一样 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所做的就是讲一句话 四个字 谢天谢地 你谢什么有什么好谢的 怎么没有好谢的 谢天谢地我今天居然还活着 谢天谢地我昨天晚上居然没有死掉 这是很正常的 很多人都说他很喜欢养生 他很会保养身体 真的吗 我倒请问你 你在没有讲谢天谢地之前 你做什么事情 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看表 一看不对 还有十分钟 然后又躺下来再睡觉 一定要一分一秒不差就起来 这个人迟早得心脏病 迟早得心脏病 凡是太激紧的人 把紧或者闹铃闹钟开好了 一听到那张声音马上起来 我保证你得心脏病 因为你心脏不能适应 你都不得到考虑 你不得到考虑他就生病 你早五分钟起来 十五分钟起来 有什么大不了事情 不要规律到很刻板 规律到一分一秒都不差 那人变机器人了 可是你不是这些人 你是生物人 你跟机器人差一截 你的五福六丈都受不了 你这么折腾他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 不要一下子就把眼睛张开 不要 你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你想想看你昨天晚上是怎么睡着的 你怎么睡着的 你会五福六丈都睡着了以后 才把眼睛闭上吗 有这么大本领的人吗 没有 你都是躺在那里 先把眼睛闭起来 那时候心脏还醒着 胃还醒着 五福六丈还醒着 脑筋还不断想问题 都没有睡着了 就是眼睛闭起来而已 可是你眼睛不闭起来 他们又怎么睡得着 所以你躺下来 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慢慢的 胃也睡着了 腹筋也睡着了 脑筋也睡着了 人就睡着了 所以第二天起来 要改变一个方式 要过来做 然后先把自己的五福六丈叫醒 起来起来 先把自己的五福六丈叫醒 然后才把眼睛闭开 这才是保养的方法 跟睡觉刚好是倒过来 然后起来以后 该做什么事你才去做 可是没有做事情以前 你先告诉自己 谢天谢地 你就充满了喜悦 眼睛一睁开就讲 这个家伙欠我五十万 我今天一定要把他讨回来 你一天没有好日子过 眼睛又睁开就想 糟糕老板要做事情 我都忘记了 你今天还有什么日子过 一天的开始 就折磨自己 这个叫做圣死 可见很少人圣死 那当然不得上宗 所以一天给自己个美好的早晨 你就要给自己很喜悦的心情 所以一起来就说谢天谢地 因为什么 因为万物照样的在走 可是人的生命不一定的 你看昨天晚上说再见 然后从此没有再见 第二天太阳照样伸出来 可是这些人一去就不见了 每一个人的一生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遇到 出乎意料之外的突变 有些人就是经不起变化 然后很快就被淘汰掉 天地间一切一切都在变 唯一没有变的东西就是一个字叫做变 所以变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最好用平常心来看待 不要觉得好像变有什么稀奇 变有什么稀奇 你说我很会变 那谁不会变 那你说我很懂得变 那天地本来就在变 有什么懂不懂 你跟哪个不变 你说没有啊 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都不变 真的不变吗 今年的春天特别冷 去年的夏天特别长 一直变呢 怎么会变呢 哪一年不变 连年都在变 你说今天白天晚上白天晚上没有变 怎么没有变 昨天没有下雨 今天下雨就变了 昨天晚上很安静 今天晚上吵吵闹闹闹就变了 怎么会没有变呢 你自己都在变 你的环境都在变 什么东西没有变 所以不要认为说我会变 我就很神气 谁不会变 谁都会变 变是很平常的事情 没有什么值得大呼小怪的 没有值得你怎么张扬 宣传要用平常性来对待 因为变才有生命 不变就没有生命 你看人新陈代谢随时在变 没有一个人不变 差不多七天一个礼拜 你的细胞全部失光 又重新了 活着新出来 他经常在变你才有生命 有变化才有生命 如果没有变化 那就是停息 那就没有生气 就会失去了性命 所以一句话就讲完了 只有死的东西是不会变的 活的东西它一定会变化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我们现在啊 有没有哪一位啊 可以代表金银之神 我说我都不方便讲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 他是人死了以后 你才可以去论断他 那叫做盖棺论定 只要他活着 你就不要去说他 因为他会变嘛 这个道理我希望各位好好去想一下 中文一定要等到这个死了以后 你才可以去批判他 说他到底是好人说坏人 只要他活着 你永远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 所以不要再活着这些企业家里面去说 谁的经营好 谁的经营不好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看很多人很丢脸嘛 你刚刚赞美某人表现怎么好怎么好 过两天他破产了 那你怎么去收拾这个产面 只要活着他有性命 他随随会变 好人会变坏 坏人会变好 所以你不要说这个好人 也不要说这个坏人 因为他会变 变了之后你就完蛋了 你等他死了 死人不会变 因为他没有生命 所以人活着他就会变 你就不要去批吞他 不要去论断他 人死了他不会变 盖棺论定 你才说他是好人 他是坏人 就这么对 你看关公活着的时候 有没有能封他神 没有 有没有能说他怎么样 没有 死了以后 不管他是怎么死的 忠义之事 因为他不会再变嘛 如果关公活着 你说他忠义之事 然后他投奔曹操 他背叛刘备 那你这个评论家 你怎么去交代 大家也看到曹操一天到晚 想要收留关公 关公也曾经跟曹操在一起过 如果他只是几天 然后变几个月 然后变几年 然后把刘备忘记了 那他还算什么忠义 所以他死了以后 我们说他是忠义 没有话讲 人活着 是什么 就是一夫一息之间的变化 所以人活在夫息之间 就这句话 我们夫息持续不断 我们就有生命 我们夫息一中断 停止夫息 没有一夫一息的变化 生命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所以人活着跟死的 就在乎你会不会夫息 所以我们常常把一个人这样 完了 就他断气了 他断气了让他有什么希望 如果没有轮回的话 那死跟生之间 他有什么变化 他就没有变化了 现在因为有轮回 所以死跟生之间 他就有变化 死跟生之间有变化 他就有轮回 反正就是人死了以后 他就可以再生了 他又一次的获得新的生命 所以大家要不要认为 有没有轮回这件事情 其实你可以自己选择 只不过我们说得很清楚 如果你认为是有轮回的 你很可能就得到轮回的机会 如果你认为没有轮回这件事情 你就在拒绝轮回 那可能你本来可以轮回的 现在也不能轮回 所以承认有轮回这件事情 对自己其实是有利的 我们现在不说哪个宗教是有轮回的观念 哪个宗教没有轮回的观念 我们不说那些事情 因为我们不是在谈宗教 我们是在谈财神 至于你相信什么宗教 你认为有轮回也好 认为没有轮回也好 我们都很尊重你的选择 只是有轮回 那生死之间它就有变化 没有轮回 那死的就什么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 不管你是转世 你是复活 你是轮回 都是什么 都是灵魂 重新得到另外一个新的 躯体的一种变化 所以不但是外界会变化 连我们自己都会变化 因为生命就是变化 你看一个人很年轻很年轻 突然间 变年老了 这是变化 头发本来是黑的 慢慢灰白 最后全白 那也是变化 脸上没有什么皱纹 越来越皱 变化 本来直挺挺的 越来越歪 好像越来越客气一样 变化 谁没有变化 但是我们要记住 自然变才好 你看人如果老了以后 脸上一点没有皱纹 好吗 那跟妖怪一样 对不对 人活到七八十岁的 头发一根都没有白的 你不用问也知道 染的 根本不用问 他还要问 你还去问人家说 哎呀老先生 你头发怎么这么黑啊 你都不白 那么很奇怪 你怎么好问 他自然变 这是很好的现象 年轻人 年轻人如果十几岁 就老的像七八十岁一样 那就是生病 那就叫生病 有啊现在很多啊 一生出来 就很老的样子 然后才几岁 就老的不成样子 大学毕业 就已经像七八十岁一样了 有啊怎么没有 可是那种人呢 他也是自然 你也不要笑他 因为他生出来就是这样的 他不是自己去拉皮去搞 故意狗咒 他不是 只要是自然的 我们就没有权利去评论他 但是不自然的事情 我们就要小心 因为只有顺着自然去应变 才叫做合理的变 如果只是凭自己的喜欢 怎么变就怎么变 那几乎都是乱变的 最起碰他变得不自然 那人家觉得不变还好 为什么要变呢 我常常问人家 像英国 这么一个保守的社会 这么讲究礼貌的社会 这么重视家庭教育的社会 他为什么会有嬉皮 为什么会有劈头 为什么 你看西皮不是从中国发生的 劈头不是从中国发生的 我们一直很羡慕西方 西方什么都好 那你看看所有问题 都从西方出来的 这不是从中国出来的 是我们学人家的 人家有劈头 我们才开始学劈头 人家穿的不穿不是 我们才开始穿的不是 人家染头发 我们才开始学人家长头发 都不是中国人搞出来的 为什么像英国 这么重视家庭教育的人 他会产生劈头饰 他有很多莫名其妙的 那种样子 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心里的缺陷 你心里有缺陷 你就会表现出不正常的行为 以前只有西方社会才有 现在呢 全球化了 因为大家搞不懂啊 该不该学不知道啊 乱学 乱学的结果呢 就是不自然 你看 无缘故去飙车 还有去追星 还有哈日 还有迷这个迷那个 你干嘛 你干嘛 你看很多年轻人 他把古代的那种衣服穿出来 眼上搞得像鬼一样 他很满意啊 为什么 很简单 第一个为了引人注目 你穿得很正常 根本没有人看你一眼 连看你一眼就没有 你就很伤心啊 你引人注目是一回事 逃避现实又是一回事 这些都是内心很苦闷 所造成的这种人为的变化 其实一点也不自然 前不久有一位台大的学生 你想一个人能够考取台大 这个人一定有很多优点 他进了台大以后 他就穿那种古事道的衣服 去上课 那我的学生就问我 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我没有觉得怎么样 他说那他将来会怎么样 我说这句话就问的对了 你看他这种衣服能穿多久 对不对 今天他在台大 他不穿学生的衣服 不穿一般的衣服 他就穿那五四道的衣服去上课 老师看他笑笑 同学看他笑笑 学校拿他没有办法 那他顶多穿四年嘛 对不对 他出去上班 他在专家的基础館 他找到他工作不相信 那最后怎么样 最后他一直不了了之 他有多大本领 他有多大本领嘛 你如果气他 他就很高兴 你看我只是要气你 我才穿这种衣服的 所以你根本不理他 不理他就没事 这叫见怪不怪 就没事了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我装成奇形怪状 我可以弃你 你就不要上当 你看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有这种素养 看到乱七八糟的事情 假装没有看到 其实全世界这方面的能力 不是中国人第一 英国人第一 你哪天到英国去看看 英国人来拜访你 明明约定好时间 他都站在门口 他不会进来的 你请他进来 他说不要不要 你很奇怪 他来拜访你有事情 他说不要不要 你再请你再进来 他问你我真的可以进来吗 你说请进来啊 他还站一下 他说我现在可以进来吗 他比我们还要重视这些礼节 而且他进来以后 你请他在客厅里面坐 只要你客厅哪个角落很乱 我保证他眼睛不会去看那个地方 不像中国人 中国人进来到处看 你没有请他 他去看看你的卧室有几间 中国人很奇怪 专管闲事 英国人你请他坐在客厅 他就规规矩坐在那里 他也不会动 你那个角落很乱 他就看旁边 他始终不敢去看那个乱的地方 因为他尊重你嘛 所以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常常跟他们讲过说 我们孔老夫子 应该是生在英国比较对 不应该生在中国 生在中国 他被气死了 你看非礼物事 英国人做到了 中国没有做到 人家家里很乱 你老是看他 那你就来造麻烦了 你就来制造困扰了 你就来给主人难堪了 我们讲到这里 就可以了解到 很多事情你很自然 就是彼此都好 你不自然就大家都麻烦 大家都麻烦 那我们 就要来 重述以前讲过的话 就是越变越糟糕 你看我们自从讲求心求变以来 我们是越变越好 还是越变越糟糕 我相信很多人谈起来说 哎呀很怀念以前的日子 虽然穷一点 虽然苦一点 虽然苦一点 但是很快乐啊 现在有钱啊 现在不太愁日子不好过了 但是苦恼多多 而且弄得紧张兮兮的 一点不像人的生活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变有百分之八十是不好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人生不如意是十长八九 像这种话 就是二十八十那个法则的运用 讲得非常清楚 人生不如意是十长八九 十件里面有八九件是不好的 只有一两件是好的 就是二十八十的 时间往坏的方向流动 不是向好的方向去跑 我们一再提醒各位 如果时间往好的地方去跑 你开公司 你根本不要动 你就开在哪里 然后裁员管进 然后一切营运正常 不可能 公司越开到最后就是越倒闭 就是越倒闭 公司开久了就是倒闭 人活久了就是死亡 事情演变久了就是糟糕 东西使用久了就是老旧 这大家非常清楚 人越变越老 事情越变越糟 东西越变越旧 可是很多人他到现在不了解 这个道理 一天到晚在那高喊求信求变 还有人说啊 现在最要紧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变 你看这种话不想从何说起 可是偏偏很多人很喜欢听 而且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要不要变 当然要变 怎么可能不变 可是 你要在那百分之二十里面去变 你不要老在那百分之八十里面去变 这样就对了吗 我们没有主张不变 因为不变是不存在的吧 我们一再说一切都在变 没有不变 我们不可能去讲不变的东西 只不过这里有几个头啊 希望各位仔细看一看 这个就叫乱变 就叫乱变 你看那个方块的就是原则 中文是很坚持原则的 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有没有坚持原则 我是从南到北 我都去访问 我问当老板的人 我说你这个老板啊 当得很好 你到底有什么要领 你什么要领 让你老板当得这么好 只有一个答案 他说没有什么 咱们葛德先生说没有什么 然后才说有什么 这就是阴阳文化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只不过我很有原则 你看十个老板十个跟我讲 我很有原则 其他没有什么 我就去问他的干部 我说你们这个老板怎么样 也只有一个答案 什么都好 可惜没有原则 干部看老板 永远觉得老板没有原则 而老板自己看自己 我有原则 我除了有原则以外 我还有什么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一直在讲 中国人看自己跟看别人 是不同的标准 你看老板看自己 很有原则 看部数乱七八糟 部数看自己 很有原则 看老板 变来变去 讲话不算数 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的原则 因为我们中国的原则 是在里面的 不是表现出来的 表现出来的是圆 都是很圆通的 都是很圆通的 都是求圆满的 所以才叫做内方外圆 外圆内方 人家只看到你 变来变去 没有看到你那个原则 所以总认为你没有原则 但是 这个方跟圆之间 如果又一条 斜线的话 你就知道了 就是变到离开的原则 那当然是乱变 老板叫你去一个卖十块钱 结果你三块钱就卖了 那你说老板去不去 我叫你卖十块 你三块就给我卖了 那其他七块谁说 对不对 老板叫你卖十块 你卖十二块 那很有本领 你卖十一块 老板很高兴 你最想买十块 老板没有话讲 那如果卖三块 卖两块 那老板自己卖就好了 为什么要你卖 我想这些道理是很容易了解的 只不过很多人 他老在那里钻牛角尖 还有一种叫离谱 我想离谱 大家是常常听到 什么叫离谱 这个就叫离谱 原则摆在一边 应变摆在一边 两个根本联系不起来 这叫离谱 那你要弹甘情 总有个谱吧 你把谱放在哪里 那就乱谈 那就叫离谱 搞到没有谱 没有谱就是没有原则 老板叫你去出差 结果呢 你跑去跟朋友聊天 那不是离谱是什么 你本来应该在公司里面做事情的 老板叫你出差 是叫你去完成任务的 结果你不工作 跑去玩 那不是离谱 凡是被离原则 凡是变到 根本把原则趴到一边的 通通叫离谱 离谱跟乱变很接近 只不过乱变比离谱还要更厉害一点 乱变就是变到很可怕 离谱只是变到 让人家很失望 有此而已 那还有一种叫冒险 你看冒险是什么 就是原则跟应变有一点点牵连性 你多少有点牵连性 只不过一个偏这边一个偏那边 虽然偏来偏去 它多少还有点牵连性 你说它不符合原则 它还有一点符合原则 这个你不能说它乱变 你不能说它离谱 你只能说它冒险 这太冒险了 还有一种是合理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合理 你看圆跟方 它有一个缺点 有缺点它就是合理 一变变到没有交接的点 很显的就是乱变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原则 就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去应变 或者规定是规定 我超出一点点 那个范围超出一点点 还有缺点 那我有个交代 你去把交代过去 那就叫合理 我们必须要说明 大家都在追求合理 只不过每个人合理的标准不一样 我们刚才讲过 中国人看自己的标准 看别人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很合理 但是他看就觉得不合理 他认为很合理 你看就觉得他不合理 难就难在这里 如果合理是固定的 那每个人都会照样去走 没有 合理不合理是有弹性的 你看中国人都是变来变去 但是他都说他合理 所以我们为什么 会把这个特别说出来 就是说大家都在追求合理 但是最后是吵架的 因为什么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底谁有理 到底谁有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这位财神 胡雪人 他是不是善变 他是不是善变 我相信各位 如果对合学人有研究的话 你一定知道他是很善变 他的一生是从前庄的跑街 做到多角经营的大企业架 这个差太远了吧 论范围 一点点变那么大 论层级这么低 变那么高 论地点原来只在杭州 后来扩大到东南西北都有 他变化实在太大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胡雪人 因为他有这么好的应变能力 有这么丰富的应变经验 当然值得我们学习 应变要重视什么东西 我想中文都很清楚 就是三样东西六个字 天时地利人和 这谁都知道 你实际不好 你怎么变都没有用 你看如果胡雪人那个时候 非常的平静 也没有什么太平天国作乱 清朝的军队 也不会到钱庄去跟他借钱 那他就整天上班下班出去回来 一直到老死都在那个钱庄里面 那我们还要引救他 我们就不要引救他 天时就是那个时候 社会动乱 然后太平军造反 当然造反这个字也是见能见智 你站在清廷的眼光 当然是造反 那你如果说他是对干清廷 他是平民革命 那他不是造反 这我们现在不去管他 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动乱 这样的变化的话 那胡雪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所以很多人老抱怨说 哎呀这个时机不好 其实时机不好也是一种天使 你才有机会嘛 不然你有什么机会 有个地利 你看他如果 在一个太平军没有去攻打的地方 你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偏偏杭州城是兵家必经之地 他战略地位很重要 而偏偏呢太平军又在那附近 引起这个清军呢 一定要去跟他们对抗 所以杭州城有决战 有慧战 就是地利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很危险 不危险你就没有机会 人和 你看他 没有王友林 没有左宗棠 哪里有胡雪人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有多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如果没有别人帮助你 你有什么办法 胡雪在有天大的本领 他没有碰到朋友要他帮助 那个朋友要他帮助的 他只是个跑街的 他有什么钱可以帮助人家 他有头脑啊 他想办法帮助人家 他有人赏识 谁赏识 左宗棠 没有左宗棠 就没有胡雪人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天使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天下大乱 第一例 因为他正在战争的爆发的地方 人和 他有人需要他帮忙 有人愿意帮他忙 所以他在短短二十几年间 他就掌握了钱 点 施 茶烟 五大行业 钱就是银行 点就是蛋铺啊 你看银行跟蛋铺 是不是一家人 这很有趣的 胡雪人 卡了银行 那时候叫钱庄 卡了钱庄 好多人去存款 那他的干部就说老板啊 我们存款这么多 要给利息的啊 胡雪人说我当然知道要给利息 他说那我们利息从哪里来啊 他就问他那里面说从哪里来 他说赶快要放款啊 你不放款就哪里利息啊 胡雪人说不要放款 你看他经营这个银行的策略跟一般人不一样 不要放款 而且利息给高一点 那不是神经病 所以他的干部都很慌张啊 我们钱不放出去 老在银行里面生锈 还要给人家高利息 那我们一定垮了 胡雪人说没有 他说刚刚战争结束 大家喜欢做什么事 第一个向银行借钱 不错 第二个 家里头有东西要出来典当 典当的钱拿来修理房子吗 拿来开公司赚钱 总比去跟银行贷款要好啊 他想对啊 所以他就把人家存款来的钱 他不去放 他自己拿来开当铺 然后让人家典当 他两边赚 他为什么要去放款 所以他到处开当铺 把人家存来的钱 来赚更多的钱 所以他今天有资格当财神 就是他有一套策略 他很会变变 他不但是银行 不但是当铺 他还看到禅师 很好他做禅师业 茶每个人都要喝 他经营茶股业 然后烟很多人在抽 这几个行业都是很赚钱的 所以他成就辉煌 胡璇怎么能够 有这么好的一个成就呢 很简单 精准的眼光 高明的策略 加上灵活的手腕 就使得胡璇大涨鸿屠 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现在才有资格来当财神员 掌管财富的大权 如果他不会应变 那他不过是一个什么 一个学徒 不过是一个什么 一个生意人 了不起叫他去业家了 我们把他干什么 所以合理的应变呢 其实是每一个人 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 你都要好好去体会的事情 好好去磨练的事情 那最后我们就来提一提 你要拜财神 你要按照他几个重要的要求 第一个要虔诚的向他去求财 你说你给我多少钱 可是你用嘴巴讲的 你不如好好去学习 弗玄的经营管理致富之道 特别是现在工商社会 你就要懂得经营管理致富的一套方法 让你真正去使用 那钱就来了 所以你说我去学管理 我去学经营策略 我去学理财的方法 跟像财神也要钱 有什么两样 它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因此呢 以及对他的神像去求 当然我不反对 你对他神像求有成像的效果 但是更实际的 就是看看他以前是怎么经营管理的 看看他怎么摆手成家 看看他怎么赚这么多钱 这个才重要 你看胡玄 他第一次借到很多钱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动作 恐怕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他把借来的钱放在桌子上 然后自己跪下来 拜这个钱 我们不是说一个人不要把钱看得很重要啊 他没有把钱看得很重要 他没有把钱看得很重要 他只是很重视这个钱 他没有说把钱看得很重要 所以如果他把钱公共起来 他去拜是说 哎呀我得这么多钱啊 我感谢上天的保佑啊 那这个人就不值得我们学 很多人看不懂 认为说他把钱摆在那里拜啊 好像他是拜金主义啊 好像钱最了不起啊 好像他很重视钱 没有这回事 那你看错 胡玄借到他生平所没有看到的那么多钱 他把它放在桌上 然后归归继继跪下来 来拜这个钱 他是什么意思 他是向老天保证 说上天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好好把这些钱 做最好的运用 这样才对啊 他是向上天保证说 我胡玄不会乱花这些钱 我不会把这个钱当做生命 我不是说天天跟神跟这个钱磕头的人 我不是 我是向你保证 你放心 你把这些钱交给我 我一定用的 很合理 这才是我们要学的东西 把胡玄的一生 当做个案来研究 了解他成功的秘诀 也探导他 他失败的真正原因 你可以得到非常完整的经营管理知识 非常完整 非常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我想这才是胡玄所乐意看到的 如果大家只是对他一直拜一直求 我相信他也会照顾你 只不过很难达到你的理想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么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他心里一定想啊 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你都不仿造 你都不学 那你一直求一直求 那你根本自己没有尽到力量 我们常常讲 天助己助者 就是老天爷会去照顾那些自己已经很努力的人 这样就对了 只不过努力 你要重置 你的方向对不对 你的方法正不正确 你的方式合不合你自己的要求 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叫做各有法文 天理想那么多法文就是给不同的人选用的 你不要这个法文蒸一蒸 那个法文找一找 就好像吃蜘蛛舱 每一样搞一点 你永远吃不好 天理下有很多法文 没有关系 你自己慎重 哪一种法文比较符合我的要求 符合我的性格 我去修哪一种法文 应该比较有效 这样才对 你也不要排斥别人 也不要羡慕别人 也不要说所有法文我都要去经过 那你到了七到八十 还没有进到门里面去 我觉得太多人就是这样 他什么都要听 什么都要 什么都学 结果没有一样进 我看到很多年前的人就是这样 天天在听课 最后根本用不出来 因为冬天一点 西天一点 杂乱无章 搞得满脑子 乱七八糟 就好像我们说吃蜘蛛舱 冬吃一天 西吃一天 吃到最后 吃什么都不知道 学东西不是这样学的 我们一以贯之 就是要有系统去去学 你找一个法门 你好好去学 今天学不会 明天学 今天学一点 后天再学 这样就对 所以真正要修弧弦 这位财神的话 那我们希望大家 要好好的 看看书 看看录影带 跟朋友 研究研究 自己仿佛思考 你一定会走出一条 非常合理的路子 你从这当中 你就培养出自己 合理应变的能力 那么几个信念 你都能够做得到的话 那财神一定非常喜欢你 恭喜大家 六个都已经搞得很清楚 继续去做 一定很好的成果 谢谢大家 请多指教